第一個,我們這課程的重點主要是擺在Excel的高階函數 跟這個VPA的部分 那VPA當然,其實這個就已經牽涉到程式設計啦 對大家來說其實難度比較高,如果完全沒寫過程式的同學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困難的點 那當然我們開個頭啦,那另外的話相關資料,假如說 因為我這邊總共會有6個題目,那6個題目的答案其實都在這裡 雲端上面其實都有 那因為今天只有3個小時,時間其實 其實相當的 不足啦,所以其實 假設你後續想要了解的話,其實可以再到雲端上面去找找相關的資源 那待會的話呢,我簡單說一下,因為我們今天只有3個小時的課 那這個課程實際上理論上都至少會30個小時以上,等於10倍的時間 等於是1.10的時間,要講這麼多,所以我就挑一個重點,我們先從 第一個函數開始講起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會簡介一下 然後呢,大概說一下有些參考書目 然後呢,就開始來講解有關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相關問題 跟解決的方式 那首先的話呢,當然這個課程目標主要是希望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那當然你如果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自然 你工作起來其實會相對有成就感 等等的 那裡面的話,當然你至少要了解幾件事情 第一個 到底Excel內建有多少個函數 理論上大概250幾個 那250幾個這麼多函數,我怎麼 可以 快速的了解這些 當然其實 主要還是用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了解那個函數的使用方式的話 那其實 很容易你就知道該怎麼去使用函數的一些相關的秘訣 OK 那自然而然你即便沒用過的函數 欸是 喂喂 如果即便是你沒有用過的函數 你也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知道該怎麼用了 那另外的話呢 那另外就是說 假設Excel裡面的一些相關功能 內建 假設 就是 那再來的話 就是Excel裡面有一些功能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你對Excel裡面的函數不熟的話 當然理論上你不能說你熟悉Excel啦 所以 Excel裡面的相關函數 恐怕還是要多熟悉 那怎麼樣做分類 這個待會兒會講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喔 如果以偶先內建的函數喔 沒辦法解決問題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用到VBA了 因為現在大數據喔 所以其實 很多地方呢 你要快速解決問題的時候喔 通常內建的函數也不服使用啦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會想辦法去解決 那這個時候的話想到就是用VBA去做 自己針對 需求去做設計 那當然這個地方會牽涉到VBA怎麼去做設計的相關問題喔 所以這個難度會相當比較高一些些 那不過我們其實是可以從錄製聚集開始 那怎麼樣把一些功能喔 把它錄下來 然後並且讓它執行 這個後面我會再提一下喔 那其他的話還有相關更進階 那因為今天時間可能 三個小時沒辦法 講得那麼的深入啦 所以底下有蠻多地方 請各位喔 可以自行再稍微了解一下 當然呢 其實能做的事情啦 基本上你每天做的 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喔 其實都可以把它寫成一連串的程式 它會自動幫你全部跑完 甚至好電腦的好處就是你 打開 你電腦開的狀態下 它可以 設定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要提高工作效率 其實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這是我相關的簡歷啦 OK 然後 網路上其實有蠻多我的相關文章 所以你搜尋 那個 吳老師教學喔 其實就會找到我相關的部落格 跟我的YouTube頻道 OK 那我的這個教學經驗超過 20年以上 OK 然後 目前的話在各單位啦 各學校 有參與教學的工作啦 OK 那再來的話我的證照也超過30張以上 那再來的話呢相關的參考用書啦 我是建議如果想要再深入了解的話 盡可能的可以針對這些書籍去 去閱讀 那當然呢 書籍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可能看完之後呢 還是做不出來 其實還蠻多的 很多學生自己買書回去看 但是其實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等於看懂了 所以呢 我的重點就是希望可以教各位 把 這個 你不會做的部分的那個動作 我會演示給各位看 那所以今天的話我們針對那個文字 與資料 函數 先做個說明 那請各位呢 先幫我開啟那個 第一個練習題 那因為我在這個給各位的練習檔裡面總共會有6個 那其中的話第一個就文字與資料函數這個 這個練習題 那待會的話呢 我會給各位一些問題 那你們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 最快速的喔 不是叫你土法煉綱 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那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文字與資料函數這個練習題 那打開之後的話呢 就在這裡 OK 所以呢我們把 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其實這道題第一個啦 就要解決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這個 我如果希望把後面總共有 三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 門號業者這個 跟區碼 跟末碼 把這三個串在一起 變成像這樣的一個完整手機號碼 放在這邊 那這要該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話就是說 開頭一定是09啦 電話 所以後面一碼是11的話 那就補在後面 再一個-的符號 然後在 84 因為如果不足3碼的話 特別是這邊要補 補一個0 那如果不足3碼 這一個字 就補兩個0 那所以全部串在一起 那應該要怎麼 快速的完成 這個 這個題目 當然最好是怎麼樣 你把公式寫完之後 然後呢 直接向下填滿 因為有個空點 向下填滿就全部OK了 也就是你只要寫一個公式 那其他 動作就不需要重來了 也不是說叫你要塗髮煉鋼 但是問題來了 你需要用什麼樣的 函數 建立一個公式 可以完成這一個 問題 當然前面這兩個 這兩個部分比較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把游標放在資料編輯列等號 開頭一定是09嘛 所以我就用雙引號開頭09 那表示說我先串一個文字 09開頭 然後呢 AND 那這邊有個重點啦 如果你要串這個儲存格的話 你一定要一個AND符號 串切 這個 底下的話就把這個儲存格點選 或者直接輸入F4 然後打勾啦 當然你不用全部做完 你打勾之後 其實他就會先顯示了 然後面的話呢再加一個減號 所以AND 再串一個減的符號 那特別注意啦 就是說呢 只要是一個符號 一個文字 前後都要加雙引號 這個是規則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84 那84的話就說我要在前面補幾個0 那這個 當然這個補一個0 這個補兩個0 那這個像999 這個就不補0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要補幾個0 其實這邊的話會牽涉到 我要補幾個0 的問題 這個時候的話你恐怕就需要 用到有一個叫LEN的一個函數 那LEN其實主要是算 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字啦 OK所以你會發現用LEN給他這個儲存格 他回來就跟你講這兩個字 那兩個字我要補幾個0 那用3去減嘛 3減掉2 那就是補一個0 那再利用REPT 去把那個補幾個0 把它串在前面 那就會顯示出幾個0在84的前面 OK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完成看看 REPT加LEN這兩個 那如果你對這兩個函數比較陌生的話 你可以先練習前面這邊有 所謂的REPT加LEN的練習題 那我們可以切到前面啦 比如說我要補幾個星號好了 像這個是100筆給一顆星嘛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數的地方 然後找到什麼 我一般習慣 按下插入函數的時候 我會呢 先用類別的方式去選取 所以呢我一般會先寫文字類啦 OK所以這邊有個類別叫文字 文字類裡面的話有一個叫REPT的 那R開頭的話會放在R的位置 OK所以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所以一般我自己個人的使用函數習慣啦 會先用插入函數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選類別 第三步的話選他的 這個 我的函數的 這個名稱 然後另外的話底下會有顯示一些他的功能 不過各位如果是英文版的話 那底下訊息也許稍微看一下 他這邊會顯示說 他這個函數主要是能夠幫我們 重複 重複 哪個文字 字串 哪個文字 然後幾次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重複什麼字 重複星號 第二個問題是說你要重複幾次啊 那就重複100 如果你點158 那就158顆星出來了 可是不是啦 我要除100 每100 比 給一顆星 那其實未滿 比如說未滿2的話 158號 他 他 只有一顆星 也就是說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顯示一顆星 但是待會如果要向下填滿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主要錯誤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 這個 這個星號是在CE 可是你向下填滿 他1會變2 自動會加1 如果你不讓他加1的話 你可以在 CE的前面 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把它鎖起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其實打勾之後向下填滿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 這個地方可以練習一下 所以 REPD其實就是REPEAT REPEAT 什麼樣的字 幾次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個 函數 主要就是要兩個 兩個訊息 一個是 重複什麼字 重複幾次 OK 那這邊當然有一個延伸性 就是說 1.58 如果你不要 因為你要把小數點去掉的話 其實你外面 還可以再包一個INT 前刮符 再後刮符 那你會發現INT 其實實際上指的就是 只取整數部分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他好像你不加INT 其實也OK 因為他會自動取整數部分而已 OK 那當然 嚴格一點的 其實就加一個INT 把它包起來 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就OK了 那當然 我們了解REPD之後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LEN LEN的話呢 算這個 身份字號到底是不是 錯誤的啦 理論上是10個字 所以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LEN 插入一下 然後找到LEN 給他身份字號 OK 然後呢 算一下是不是10個字 那如果是10個字的話 那表示正確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兩個是錯誤的 馬上可以抓出來 那當然呢 這邊還有其他的 文字類函數 也許各位也可以試著 把它練習看看啦 當然比如說像比較常用像MID MID這個函數 那這個MID的話 實際上就是MID 指的就是說 你要取的是 某一個文字裡面的 不是左邊也不是左邊 它的中間 像身份字號的第二碼是性別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這邊顯示 性別男或女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 把這個結果給顯示出來 當然呢 我們第一步 一定還是要取身份字號的第二碼 那取到第二碼之後的話 是1 可是問題 1是男生 2是女生的話 那當然你這邊可能還是需要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當他為1的時候 那就是男生 如果為2的話就女生 這個可能 也許可以 試著做做看 其他還有像什麼LAPS 還有像RITE OK LAPS顧名思義 從右邊算過來幾個字 OK 然後 RITE 顧名思義 就是從右邊算 那這邊一樣有個練習題 那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像 LAPS 希望最後得到的結果是 他的性 再加上他的稱位 稱位的話呢 是由性別而來的 所以如果 吳 他性別是男生的話 就吳先生 OK 那女的話就張小姐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稱呼 直接顯示出來 那當然這地方還是一樣 會需要用到一個LAPS函數 然後再串接 他的稱位 那稱位的話是根據什麼 根據性別去判斷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還是需要用到一個邏輯判斷 if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請各位呢 先幫我 開啟這個範例 然後練習一下 這邊的相關我這邊顯示出來的範例之後 然後呢 試著做做看 把這邊的 這個後面 電話號碼後面的區碼跟莫碼 補0的部分呢 幫分別完成一下 試試看 那我這邊的話 先把那個 分享先暫停一下 OK 那試一下這部分 那給各位大概 一兩分鐘的時間 先試做看 待會 我會 教各位 怎麼樣 把 那個正確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